同学们好 我们在上一讲里呢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来计算股票资本成本的这个方法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方法 股力增长模型 那么按照股力增长模型呢 我们计算股票资本成本 它实际上是一个求折现率的过程 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前面第六章 先给大家谈的那个股票的期望报复率的确定 你看我们债券啊 有到期收益率的这个方法 来计算资本成本 同样我们对于股票资本成本呢 也可以用可以说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股票的期望收益率的方法 大家看我们这个如果从投资人来说 投资人按照当前的市价来购买股票 他未来呢预期可以获得的这个回报 就是股力了 如果我们的股力是逐年稳定增长 那我们在前面谈到 如果让你求期望报复率 就是要找到使得未来的流物限值 等于流出的那个折现率 而这个未来的流物的限值 因为它是符合鼓励逐年稳定增长 而且恩趋无穷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第一 比上一个我们这个折现率 比如说我用在这话 我用一个K表示折现率 减去一个它的现金流的逐年增长率 所以这样以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是知道它的流出 也知道未来的流物的限值 让你求K 就知道第一 知道你求K 那我这个K是不是就等于第一 比上P0加记 大家看这是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股票的期望报复率的计算 对吧 对于固定成长股来说 这个第一比上P0 就是我们的股力的收益率 而这个G呢是股力的增长率 如果资本市场完全有效 那么也可以称为是股价增长率啊 或者说是资本利得收益率 对吧 这是前面介绍的 那我们现在就等于说呢 就想利用这个模型来计算股票资本成本 所以按照股力增长模型来计算股票资本成本 它实际上一个可以说就是一个期望报复率 或者内含报复率的方法 那么这个公式呢 大家看P0是当前的股价 这个第一我们可以用 D0乘以一加记 D0是当前的股力 或者是已经支付的 刚刚支付的股力 所以其实这个模型的关键在于增长率G 怎么来取 如何来获得这个增长率G 那么对于这个股力增长率的确定呢 我们主要谈了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历史增长率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按照公司过去的股力的这个增长率的这个数据 来预测未来的增长率 那么这个对于股力增长率的确定呢 同样我们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可以用几何平均数来算它的增长率 还有一个是算数平均数 是吧 我们可以结合数量例题 来看一下怎么样来计算历史的这个股力的增长率 然后用它来作为我们的未来的这个预期增长率 这条题告诉我们说某一到某五年的股力支付情况给了我们这个表 四到四 那么我们可以看它给了过去的几年的这个股力情况 如果我们现在来分析 假如说要让你算这个算数平均增长率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先把每一年的股力增长率要给它得到 是吧 那么像我们这条题 比如说我要想让你求第一年的股力增长率 那么我们就是相当于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增长率就应该是拿0.19 减0.16 除以0.16 这样我得到第一个增长率 第二个呢 增长率呢 那就是我们看某三和某二年相比了 那第二个增长率就是用0.2 减0.19 除以0.19 对吧 然后第三个增长率就是看某四年和某三年相比 第三个增长率 那就是0.22 减0.2 除以0.2 然后第四个增长率是把某五和某四年相比 我们也啰嗦一点 那就是等于0.25 减0.22 除以0.2 然后你看这四个增长率全都有了 那么按照我们的算术平均增长率呢 那我们这个方法计 总的增长率计 就是把各个这个增长率 是吧 加总起来 除以一个n 这样可以得到 像我们这要提及 把这四个增长率加起来除以4就可以 这第一个方法就是算术平均增长率 那如果是按照几何增长率呢 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就是所谓几何增长率 你就只考虑一头一尾 这等于说 我们相当于是某一年的这个鼓励 是吧 比如说这个 某一年我拔对零时点吧 这个鼓励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第零吧 你可以这么说 是0.16 对不对 然后呢 经过了四年 是吧 那我们 那我们经过四年 我们只考虑一头一尾嘛 我这个零就指的是某一年这个点哈 那我这个四就是 相当于是尾巴上的某五这个点 那我们这个经过四年这个鼓励 我这个第四 变成了 0.25了 那我想啊 你求一下他的鼓励的年增长率 就只考虑一头一尾 那因此呢 就等于说我们这个第零 乘上一加G的四次方 要等于我们第四期这个鼓励 对不对 像我这条例题呢 就相当于是用0.16 乘上一加G的四次方 令他等于0.25 你求G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如果考试 真的考我几何增长率 包括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个 股票市场平均收益率 如果按照几何平均法来做 就是只考虑一头一尾 你就考虑头上那个东西 乘个一加这个G的T次方 令他等于我们尾巴上那个东西 去求G就可以 是不是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算出来的结果 这个公司的几何增长率 是吧 我们开四次方减一了 因为你相当于是 把0.16乘一加G的四次方 等于0.25嘛 所以开出来是11.8% 而这算数平均增长率 把四个加起来除以4的话 11.91 所以几何增长率一般来说 要比算数增长率会低一些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增长率的这个确定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这本书的观点是认为啊 就是说当期限比较长的情况下 他认为呢 就是几何增长率呢 是更符合这种逻辑的 是吧 这是增长率的这个确定的 第一种方法 就是可以按照历史的增长率来确定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法 可持续增长率 就如果预测未来啊 不蒸发股票 或者说不回购股票啊 就是外部股权资本不变 而且保持当前的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不变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利用可持续增长率来预测 股利增长率 这大家可以回忆我们在以前所谈的啊 就是说可持续增长 如果满足五个假设前提不变 那么一系列增长 就不仅仅是收入增长 包括你的股利的增长 它也是按照机器的可持续增长率来增长的 对不对 这实际上就利用我们前面第三章的可持续增长率那个应用 那么我们对于可持长率 我们在前面讲两种方法 一种是可以用机器的数据 就是期初权益预计净利率 乘上利润留存率 上级我们说四个指标相乘 其中消耗净利率 乘上资产增长率 乘上这个期初权益 期末资产陈数 其实乘起来就是我们期初权益净利率 对不对 乘上留存率 那么也可以按照什么呀 期末的数据来做 对吧 我们按照期末数据来做的话 就是两个相乘 比上一减去两个相乘 这个实际上就是利用我们第三章 可持增长率那个应用 是吧 就可以来把它作为鼓励增长率 我们看书上这个例题 书上它是假设预计未来 保持经营效率 财务政策不变 预计的鼓励支付率20% 然后期初权益预期净利 它给的就是期初权预期净利率6% 所以这样的话 那我的可持增长率的话 就是2%乘以80% 因为它鼓励支付率20% 利润留存率80% 所以这样可以得到你的这个鼓励增长率 是吧 我们再来看一个去年这个考题 说假公司是一家稳定发展的制造企业 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过去10年保持稳定 而且预计未来继续不变的 未来也不打算蒸发或者回购股票 公司呢要利用鼓励增长模型来估计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那你下列各项中可作为鼓励增长率的是什么 那么由于我们是满足了可持续增长的这个假设 所以呢这个增长率计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可持续增长率 对吧 也就是我们这个鼓励的增长率 大家能不能是股价增长率呢 因为我们说只有当资本市场完全有效 有这个前提 你的鼓励增长率才能说是股价增长率 才能是属于资本利得收益率 由于我们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 没有这个前提 那我们只能说 因为它满足条件的话 那我们就是这个鼓励增长率就是可持续增长率 应该选择A和C的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说公司预计未来保持经营效率 财务政策不变 而且不增发新股 或者回购股票 当前的每股股力是3块钱 那就是这个是D0了 D0是3 然后每股的净利润是5块钱 每股的净资产是20元 每股市价50元 然后让你求股票资本成本 那我们这个鼓励增长模型的公式呢 应该是用第一比上P0加G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市价P0是知道50的 这个第一呢 应该用D0这个3乘个1加G 所以现在关键在于 这个G是多少 那这个G怎么来确定呢 我们发现它告诉我们是未来满足了 经营效率财务政策不变 也没有发股票 满足了可持续增长 这个G啊 就等于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我们可以等于两个相乘 就是权益净利率 那么权益净利率呢 是用净利润比上所有的权益 我们现在净资产是20 其实每股净资产 不就是每股的所有的权益吗 因为资产减负债是净资产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权益 对吧 所以我的权益净利率啊 就等于说用这个5比上一个20 这是权益净利率 然后呢 乘上一个利润留存率 由于你看到 我们目前的净利润是5块钱 分的股利是3 所以留存是不是5分之2啊 所以我的留存率 就是这是我的利润留存率 对不对 就是利润里面多少留下来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权益净利率 是吧 用英文的话就ROE 是吧 就是我的权益净利率 所以这样的话 两个相乘除上1减去 两个相乘 这样我就可以得到 可持续增长率这个G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通过这个计算 得到这个增长率是11.1% 那我们就可以用 第一比上P0加净 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确定增长率的方法 就是利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 是吧 那么证券分析师呢 他所发布的这个增长率呢 他实际上 一般不是说是单独的一个 对吧 他通常可能是分年度啊 或者分季度 而且不是一个唯一的 他比如预计 预计我们说这个明年增长率是多少 后年估计怎么样 他可能是不同的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说上谈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把不稳定的增长率啊 给它平均化 就是计算足够长 时期内的一个增长率的几何平均数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个就直接根据这个不均匀的增长率 去估算股权成本 这个怎么理解 我们可以结合例题来说 大家看书上这个例四到八 说公司的当前股利是每股两元 股票的实际价格是23 就相当于 这个是我的D0对吧 然后呢 这个实际上是它的P0是23 那如果要让我算资本成本的话 我们的分子是2乘以一加G 比上23 然后再加上一个增长率G 就关键在这个G是多少 对不对 那么它是证券分析师预测 未来五年的增长率是逐年递减的 但是从第五年级以后就会稳定到5%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它上面这个是给我的已知条件 就比如说这是已知的啊 我们未来这五年逐年递减 然后以后永远都是5%了 底下的股利就是我们算出来的 是吧 比如说你看第一年的股利是2乘以1加9% 第二年是2.18乘以8% 依此类推 然后呢我们说一下 这个9.495怎么来的 这9.495呢 因为它是以后都是按5%来增长嘛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拿这个2.8039对吧 乘上一个1加上5%的25次方对吧 这样可以得到 所以就是说我可以把它预测出来 这个未来足够长余这个一个增长率 那么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几何增长率怎么来考虑呢 就只考虑一头一尾 我们最开始头上是这个2 对吧 那我就说这个相遇是你的所谓的第0 对不对 这是我们谈第0 而最后呢 这个是属于你的第37的鼓利 第30是9.495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一头一尾的话 就是把这2乘上1加g的多少次方呢 30次方 令它等于这个9.495 然后你去求g 对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g可以得到 是5.3293 然后我们想求股票成本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谈的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g是位置数 把这个g给我带进来 就可以得到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就是说根据不均匀的这个增长率呢 直接来算股权资本成本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是以我们书上这个立体为例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把它这个股利呢 已经是算出来了 那你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第一年 比如说我们要利用一个图示的话 可以这么去分析 因为它这道题呢 是已经告诉我们了 当前的这个股票的这个价格啊 是23块钱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临时点 如果你要买这个股票 相当于P0就是23 然后我们未来第一期的股利呢 已经算下来是2.18了 对吧 然后我们接着看啊 第二期的股利是2.3544 2.3544 然后第三期的鼓励 我们也是用一下它 实际上是2.5192 2.5192 然后第四期的 第四期的鼓励呢 是2.6704 2.6704 然后第五期 第五期它的鼓励呢 是2.8039 第五期是2.8039 然后它告诉我们说 以后它都是第六期 那就是2.8039 乘以1加5% 依此类推一直到无穷 我们说都是按5%来增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让你求它的股票 资本成本 其实就是我们在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就是非固定成长股 求7万报告率嘛 对吧 那你求7万报告率 就是怎么来求呢 只能是逐步测试 结合内参 等式左边是23 我要找到 使得未来的流物的限值 比如第一期 2.18 比上一个1加上k 上次是1期的 复利限制系数 乘以它 再加上我们第二期 2.3544 比上1加k的平方 比如这样说 然后我们第三期 就是2.5192 除以1加k的三次方 然后再加上第四期 2.6704 去除上1加上k的四次方 就是前四期的鼓励 我们是1717复利限制 但第五到第五穷呢 第五年到第五穷 我们可以利用第一 比上k减几那个公式 只不过之后 第一变成第五了 就是2.8039 是吧 比上一个k减去几是5% 先把第五到无穷 给它折到第四期末 然后再乘上 四期的复利限制系数 是吧 再乘上一个p-f 利率k七数为4 或者你说1加k的 负四次方都行 那这个公式列出来以后 怎么办呢 如果是手工方法 我们就是逐步测试 是吧 也就是我们就是 利用逐步测试的 这个方法 假设我们 这个 手工测试 我设利率为14% 我们算出来一个 结果 是吧 25.45 比我23要高 所以呢 我就要往高测 我再设利率15% 然后呢 再特到一个结果 然后内插法 对吧 这是一种方法 或者我们可以利用单变量 就是用 如果大家在平常 15中对于这样题 可以利用单变量求解 是吧 就是我们利用那个数据 你就点击那个 Excel里面的数据 然后模拟分析里面 单变量求解 这个功能 就能够把我这个K 就能够得到 那么这块并不是说 大家考试会碰到 这么复杂的 它只是说一种方法 是吧 就是我可以直接利用 这个不稳定的鼓励 我们就利用 这个求期望 报欧率的方式 去求这个K 就可以了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模型 就是 债券收益率 风险调整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呢 实际上 从名称上可以看到 它是根据债务的资本成本 再加上一定的 这个风险溢价 我们这个公式呢 其中 大家看 股票成本等于什么呢 是以债务的 税后债务成本 就是以税后债务成本 为基础 然后再多加一个什么呢 因为股东 比债权人的风险大 所以它要求的 风险溢价 所以这个RPC啊 是指的是 这个公司自己呢 是指的是 企业的 普通股 风险溢价 对于他自己的债券来说 那个额外 风险补偿的 是吧 是跟他自己比 就是说我 公司发债券 和我发股票 那么由于你的 这个股票投资人 风险大 他要求的额外的 补偿就高 所以他指的是 股东比债权人 承担更大风险 而要求的 那个风险溢价 那么风险溢价 是一个经验数值 是吧 也就是人们是根据 一些经验数据 看一下 通常股票会比 债务高多少 这样的 一般来说 是3%到5%之间 如果这个公司的 股票风险特别大 我们就5% 风险小 在3% 居中就4% 但是考试的时候 如果是主观题考 他会告诉你 这个风险溢价率是多少 是吧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根据 税后债务成本 加上风险溢价率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道 单选题 他说假公司 是一家上市公司 使用债券收益率 风险调整模型 估计假公司的权益 资本成本时 债券收益指的是什么 A呢 说是政府发行的 长期债券 不对 B说政府债券 倒息收益也不对 是吧 那是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里面的 RF的选择 然后呢 C说假公司发行的 长期债券的 税前债务成本 我们不是的 应该说是什么呀 这个债券收益 指的是 长期债券的 税后债务成本 是吧 长期债券 税后债务成本 应该选择 D是对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 单选题 他说该公司 债务的税前 利息率是8% 股权相对债权的 分险溢价5% 企业所得税率25% 让你求股票 资本成本 我们在考试后 大家注意 有一个约定 俗成的规矩 他只要没有说 这个债务 是溢价 折价发行 只要没有说 它是分期付息 我们就默认 它是属于 平价发行 每期付息的 对吧 你看他就官告 你债务的税前 利率是8% 也没有说 它是责价发行 还是溢价发行 是吧 也没有说 它是什么 分半年付 还有怎么付 那就说明 它是按年付息 就是平价发行 也没有手续费 既然是这样呢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 对于债务的税后成本 是吧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KDT 那就可以 用它的税前的成本 而这税前成本 由于是 平价发行 没有手续费 又是按年付息 所以它的 到期收益率 是等于票面利率的 那么我们这个税后债务成本 就应该是把8% 先给它乘上 1减25% 得到我的税后债务成本 然后呢 再加上 风险溢价率 5%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股票的资本成本 KS 它是用这个 税后债务成本 再多加一个 风险溢价率 这么来做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往的一个考题 他说假公司计划 以2比3 就是负债权益 是2比3的资本结构 为W项目投资 如果决定投资该项目 假公司呢 将于14年的10月份 发行5年期债券 由于假公司目前呢 没有以上是债券 所以采用的是 风险调整法来 确定债务资本成本 W项目的权益资本 相对它税后债务资本的 风险溢价是5% 然后又告我们假公司的 信用级别呢 是2比级 目前国内上市交易的 2比级的公司 在有三种 这三种债券 以及呢 于它到期日接近的 政府债券到期收益率 都给我们了 是吧 你看它给的就是 到期收益率 而且给的就是 信用级别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又告你 所得税率25% 我们先看第一问 首先第一个 根据 所给资料估计 无风险利率 是吧 那么我们无风险利率 我们一般是用 长期政府债券的 这个到期收益率 是吧 而且呢 你要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 要考虑这个债务成本啊 你这个无风险利率 我们就是比如说 按照风险调整法 我们说要考虑 和我们这个公司的债券 怎么样 预计的期限 或者说到期日 接近的那个政府债券 它的到期收益率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假公司呢 它是将于14年10月份 发行五年期债券 所以我的到期日 也就是我们假公司债券 它的这个到期日 那就应该说哈 14年10月发行五年期 那就是19年 全民是19年的10月 所以你在找那个 政府债券的这个 市场回报率的时候 或无风险率的时候 应该跟我的什么呀 预期的期限 或者说到期日接近 那么15年 19年10月到期的 应该这个 对不对 这个应该选择这个 政府债券 它的到期收益率 是4.3% 所以这样的话 我的无风险利率 我应该选择4.3% 就是要和我的 这个预期的到期日 就跟我到期日一样 或者跟我的预期期限一样的 那个政府债券到期收益率 然后你再看 让你计算这个 W项目的加权平均成本 然后告诉我们 债务资本成本 是用风险调整法 那么按照风险调整法呢 我们就是用它的 无风险利率 就是政府市场回报率 再加上一个信用风险补偿 对吧 那这个就简单了 那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4.3% 再加上一个呢 信用风险补偿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你像我们这个H 和政府债券相比 它的这个差额 这个差量 这样一减3.1 是吧 然后呢 7.6减去3.6 那就是4%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一减也是4% 应该也是4%的 对吧 这应该是4% 所以我们把它 这个加总起来 那么加起来以后 除以3 是不是 加总起来 我们把它累积起来 然后再除以3 这样可以得到我们的 平均的信用风险补偿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算回来 平均信用风险补偿 是37% 然后呢 我们又知道 市场风险回报率 我们得到无风险率 4.3% 所以 债务成本是8% 而且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公式啊 就是说 我们是用 比如说4.3% 再加上一个 信用风险补偿 37% 这个算出来的是什么成本呢 是税前的 对吧 你算出来的是税前的 债务成本 你说还是税前债务成本 但是呢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让你计算 这个加全平均成本的时候 你要注意我们每一个成本 口径得一致啊 那么怎么个口径一致呢 我前面强谈 我一定是年的 而且是年有效的 另外还有税后的 必须是税后才行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税前债务成本 你要调整为税后 所以我的这个税后 就是可以DT 要把这个8% 乘上1减25%才可以 对不对 然后权益资本成本的确定呢 我们是用税后债务成本 所以你不能 你像我们就是那一年考试哈 很多同学 他都是把这个 就是我的8% 作为税后成本了 那就麻烦了 你要注意我们这个 风险调整法的结果本身 算出来的是税前成本 你得把税前成本乘上1减T 变成税后的 是不是 然后呢我们的税后成本有了 我们再以它为基础 再考虑它的这个 风险溢价率5% 这样可以得到我的 股权的资本成本 是吧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股权成本11% 然后剩下就好办了 是吧 我们用这个税后成本 一定是债务的税后成本 乘上债务的比重 因为我们这个负债 权益比是2比3 所以它负债占的比重 就是5分之2 权益占5分之3 所以这个加权平均就很简单 这是我们其实14年的一个 它这个综合题 是吧 因为它是让你做资本预算 但第一个要自己算加权成本 这是它的风险调整法 大家需要注意的 大家看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都是属于没有考虑发行费 但如果对于新发股票 是吧 也是要注意新发行的 如果是新发行的股票 那这个筹资费啊 我们说就不能忽略了 然后也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在前面讲 对于债券的资本成本 如果要是新发债券 要考虑发行费 那用的方法就是到期收益率法 对吧 那我们对于这个 考虑发行费的时候 股票成本的计算模型 那我们就是用的是什么呀 就是 鼓励模型 就是鼓励模型 因为你要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或者是我们说那个 债券收益率 加这个分险溢价法 都其实没有考虑这个 分险就是那个筹资费的 所以如果考虑筹资费 上就是我们的鼓励模型的应用 那么鼓励模型怎么来用呢 其实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站在筹资人的角度 我们发行股票 带来的现金流入 就是筹资的进额 对吧 就是你的发行价格 乘上一减去筹资费嘛 比如说我们的发行价 是一个亿 然后筹资费率 比如5% 所以筹资进额 真正到处的钱 那就是把你的这个发行价格 要乘上一减去 筹资费率 这是我筹资进额 那么我们现在是流入 发行这么多股票 我们有这么多钱了 但是你将来有代价 什么样的代价呢 就是要支付股利 对吧 因为我们是永久使用 没有到期日 不需要还本 但是我要考虑支付股利 然后我们假设股利 是逐年稳定增长 那大家看 我们用的模型 其实是一样的 还是求责限率 等式左边 我是筹资进额 是吧 或者说我的 现金流入的进额 是这样 等式右边呢 股利是逐年稳定增长 N区无穷 无穷个逐年增长的 股利的限值 按照我们的公式 不就是用第一 比上折限率 折限率是我要求的 减去增长率计 所以求这个K 怎么来求呢 那么推出来 这个公式 也就是我这个K 应该等于什么 那就是等于第一 比上一个什么呢 P0 乘以 一减 筹资费率 加计 是吧 所以它其实和我们前面的公式 在于相比的话 就是 我这个分母上 要多扣除一个筹资费 是吧 你就这样来计 因为我们 如果不考虑费 就第一除以P0 加计 如果考虑筹资费的话 这个第一比上 P0乘以 一减F 加计 把筹资费 作为筹资额的 一个扣减项 我们可以看书上 这个利4到9 它要你计算 这个新发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而且判断 这个方案是不是可行 是吧 公司当前的资产是1000万 没有负债 都是所有者权益的 总资产净利率是15% 所以它的净收益呢 就是150万 1000成本150万 全都发股利了 就是它股利支付率100% 然后告诉我们 公司的增长率为0 就G为0 然后还告诉公司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100万股 每股的息钱 税后利润 是1.5元 股票的价格是10块钱 然后公司为了扩大规模 扣购置新的资产 要准备以 每股10元价格 增发普通股 100万股 但是发行费率是10% 让你算新发 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那我新发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按照我们的公式 这个应该是用第一 比上一个分母是P0 乘上1减去筹资费率 是吧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逐年增长率计 那我分子这个第一是多少呢 因为它告诉我们未来是零增长 对吧 那你既然零增长的话 那我的美股的股利 实际上它现在是告诉我们这个公司 它的这个如果你从当前来看啊 那净收益是150 然后呢全都是发股利 那因此我们这个 有关的这个股利 150除以一个 100万股 因为它发在的股数是100万股 所以可以说我的第0是多少 第0的话就是我的股利总额 150万除以100万股 所以我第0是1.5 第0是1.5 那现在由于我G等于0啊 那所以G为0的话 那我们这第1就等于D0 所以它分子的D0是1.5 而分母的当前的股票 市价是10块钱 但是我的发行费率是10% 是吧 然后G为0 这个加0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它的这个资本成本 是16.67% 是吧 就是我们谈的所谓 相当于是D0乘1加G 是吧 比上一个P0 乘1减F 再加G 但是我的G等于0 这个G也为0 我们的D0呢是1.5 P0呢它告我是10块钱 筹资费率这个10% 10.67 那你这10.67 就是考虑了 我们这个筹资费以后 它的成本上是要达到10.67的 而你目前它这个 整个的这个权益获利能力 只有15% 所以这个项目实际上就不可行了 对吧 但如果你要不考虑投资费呢 你可能觉得 哎 达到了 因为如果要不考虑投资费 我们就是1.5除以10 就是15% 所以 新发股票 其实说这道例题 我们就想提醒大家 新发股票要考虑投资费 那我们现在来扩展一下 留存收益 对于留存收益呢 它的这个资本成本计算 首先大家要明确这样一点 不要认为 留存收益是企业利润里面 直接留下来就没成本 这样说是不对的 我们留存收益它是有成本的 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是 这个净利润 我们本来都是 如果要是公司风光吃净的话 所有的净利润 都要给股东分红的 但是现在公司呢 我不给你分红了 我把利润扣下来了 就相当于把股东手里的钱 给扣下来了 我不给你了 那既然不给人家了 那你拿扣的这个钱要干嘛 你不是目的 就是要帮助股东赚钱吗 所以对于留存收益 它也是有成本的 它要达到投资人要求的 必要保护率 所以留存收益的资本成本 和普通股的资本 非常的类似 只不过就是不考虑投资费 所以如果要是 你看我们讲 三个模型 第一个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 另外我们还谈了一个 这个 就是债券收益 相当于使用债务的 税后成本 再加上一个 我们的 这个RPC 是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 债务收益率 加分线溢价法 这也是一个方法 还有第三个方法 就是我的股利模型 那么如果要是考试的时候 它是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或者是债券收益率 加这个 分险溢价法 我们留存收益 和普通股的成本 是一样的 但如果是考试 是鼓励模型 那你要注意一下 留存收益的资本成本 它即使是新发股票 我们的公式 是不考虑投资费的 就是第一 比上P0 加计 对吧 对于留存收益 是这样的 我们说如果是新发股票 我们刚才讲 如果发股票 我们这个分母 是要乘上一件F的 对不对 但是留存收益 永远都是 不要考虑投资费 就是第一 除以这个P0加计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吧 那么下面 我们来看一道 单选题 它告诉我们说 公司呢 现有普通股 当前的市价是50元 最近一次支付的股利 是每股4.19 然后预期股利的 永续增长率5% 公司发行新的普通股 预计发行费率 那是2% 然后让我们求的是 留存收益资本成本 那么在这要题 大家看 它故意给了我 新发股票的发行费率 但它让我求的是 留存收益的 所以这个发行费率 就不用去管它 我们要求这个 留存收益的这个 资本成本的话 那么就是用公式 第一比上P0 加上增长率计 所以像我们这要题 因为它刚 刚支付的股利是4.19 这是第0的 乘上一个1加5% 然后分母呢 比上我们当前的股票 市价是50元 然后再加上一个增长率 5%就可以了 对吧 但假设这要题 如果我想要你求 普通股的资本成本呢 你看我们现在求的是 留存收益 大家如果要你求一下 我们发行普通股的成本 那么普通股的 这个资本成本 你就得考虑了 对吧 就得要考虑第一 比上P0 乘上1减F 加几了 但是我们现在让你 说的是留存收益 那是不考虑这个 筹字费率的 对不对 所以这样我们得到的 结果是13.8% 好 这是我们谈了有关 对于股票的资本成本 计算的相应模型 对吧 好 好